我们现在要去那个Street Food的美食街 这个美食街呢 它好像是从Arezzo那边一直下来 然后以前我们在罗马的时候也有吃过这个 我之前在Montecivano那边看到那个海报 上面写着Street Food Montecivano好像是23 24 25 然后这个Bescala这里是22开始的 然后主要是我看到它里面通告 比如说有那个牛肚包 所以我今天就想去看一下 说没吃个牛肚包好久没吃了 以前在Filandia的时候就很喜欢吃 去Filandia一定要吃牛肚包 还要加那种Pesto绿色的那个酱 我看这里Street Food time Street Food time 走近一看才发现摊位好少 不过座位还挺多的 这边的美食街它一般就是烤肉啊 肉食比较多一点 不过全世界的性质都是一个样子 这上面的东西就是比较贵一些 对吃个饭 对 你不要动在这里 这边吃 鸭汤 其实没有牛肚包就几个汤位 然后最后我还是选择吃这个肉串 一定要吃烤羊肉串 烤羊肉串它有棉羊肉 还有山羊肉 这一种就是正常的羊肉 还有一种就是烤牛肝 炸鱿鱼台边各式都有 5块钱 另外两个大冷点的是面包 面包好贵啊 这一颗要8块钱 这个是加了辣椒酱羊肉串9块 很像十几年前的福州 我以前小时候的福州 在塔尼克巴音当转啊 前两天在车上说一样长一样长 我以为是什么 后面说游乐场我才懂 在那个时候已经回家了 不好意思 这个是每年夏天都有的 海边城市的话它夏天的活动是比较多的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就更多的活动 海边的那些餐厅啊 还有酒吧都开放起来 那边那一排的氛围其实很好的 随手一拍都能出片 月上三五个好友啊 一起喝喝酒 看看天 有小孩的话那就算了 除了酒吧这些的话 它还会有一些什么音乐表演啊 然后实际上还有什么选美赛啊 像这些Luna Park 有些只有在夏季才开 还有就是美食街 这边一般是一欧元一个轮回 价格适中 气腔的不建议到这里 气腔的话是在西班牙那边打的比较爽 我们这个玩了两句 然后第二句的时候剩了 剩的话 减养品就是再免费做一次 但是要一定记得要找他去拿头皮 不然就升不起来了 回家的时候顺便送一个Gelato 我一般都会要求加班啊 你们呢 这些小孩真的好厉害啊 这么小就玩得这么溜 其实我也很想玩滑吧 可是一把年纪了 前两天还摔了两次 真是服了我自己 完了差不多了 我们就准备回去了 我们刚过来的时候 就是这边还空档档 现在就好满了 还有一个人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去 他说如果半个小时之内 你们出去的话 那我就在这边等 吃到牛肚包好伤心 好吧 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拜拜 下期再会